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污染开始越来越大 很多城里人都开始向往农村的生活 因为那里真的是空气特别的清新 以及环境非常的美好 那么本期生活大不同 主持人要跟各国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 那么各国的农村有哪些不一样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如果比较古代的电视剧的话 都是农村嘛 韩国农村嘛 真的农村里拍 因为我韩国农村很特色嘛 所以人家都想看 所以文费30块进去看 还有钱 没有必要钱的 没有 但是如果要穿你这样的衣服也要收钱的 30块进去的话免费 没有不钱的话有钱 对 套餐 30块没有套餐吗 一张照片 是的吗 是的 没有 对 韩国穿 很不错啊 人家不要钱 free 没有没有 没有 他们如果看到他们也百分之百要 不一定啊 还有农村的话 本来是农村是很辛苦的地方 嗯 他们照片都是感觉很漂亮 对啊 我想去看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相信每一位父母都是特别关心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在孩子念书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特别的令家长烦恼以及头疼 那么本期姐妹一条新话 陶金银 携手 各位家长 一起来说说那些让人头疼的孩子们 一起来看一下吧 要做1比1的家 对啊 真的 1比1 我跟你讲 你国二而已 我跟你讲 陈威廷她小孩才国小而已 对 威廷国小也做了那一个 国小一年级就遇到了 然后我儿子那一天 我儿子也是不会了 他是到要教了的前一个礼拜 他才跟我们说妈咪 我要教功课 我说教什么 他说要做那个缩小版1比1的家 好难啊 我说家那就做一个房子 他说里面的所有家具 客厅 厨房 浴室 房间都要 你知道现在有那种 紫杂业他们会帮忙做 然后我 我带家业 那我们就利用这三天晚上 就是帮他一起做 就跟我老公说那你就坐客厅 我坐厕所 我儿子坐卧房 然后他就说坐了三天之后 就摆进去之后完了 完全不对 对 因为我的 厕所的马桶 怎么跟客厅的沙发一样大 本期的环球抢先看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